那我這張圖畫好以後 我就是會當成賀圖送給老皮 他可能就會當桌布吧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這張圖到最後會變怎樣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試試看 就是第一次跟實況主合作畫圖 那現稿是由老皮提供 那我只負責上色 那我今天會針對上色技巧說明 所以今天不會畫現稿 因為現稿老皮已經幫我畫好了 那今天就是模仿原作去上色 那我試試看我有沒有辦法畫的 就是上色上的跟原本的一樣 應該會有一點落差啦 那我試試看有沒有辦法 那我先大概示範一下說 如果在網路看到一個現稿你想要練習上色 或者是說你在畫圖的時候是用 是用掃描的 那那個底的時候 就是那個白色的紙啊 它有時候是灰色的 那它跟現稿是一個圖層 那要怎麼把它分開 其實有一個蠻簡單的方法 那首先就是 因為我這張圖本來就是那個 電子檔 所以它那個底就是白色的 那你如果今天遇到一個情況是 它的底是灰的話 我先示範一下 它如果底是灰色的 像這樣 就是類似手描的顏色 那 你要怎麼把它的線稿跟 M 曲線工具把它調亮 大概這樣子 它這樣 線會變更黑 然後白的地方會變更白 那大概要注意一下 因為像這樣螺化的話 其實 線會看不到 所以有時候不要調太白 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實這樣就可以開始 調那個空間的線稿 就是白色的地方是透明塗層 所以 大概會像這樣 那透明塗層就是這樣子 有這樣方塊的 它其實在 火箱裡面是 透明的 它可以透到底色 那我今天要怎麼把它 線條跟白色的紙分開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它這邊有個 選舉 然後這邊有 顏色範圍 那它這個樣子就是說 它是選黑色 其實也可以選白色 如果選黑色的話 你要給它反轉 那 我今天要去 白色的地方 我就會先用 地管 把這個 前景色 應該是前景色 調成白色之後 你再用選取 它就會選取白色的地方 那調 它這個 有%數 其實不要調太高 它 它黑色會吃掉 那我大概 用個100 那它就把白色的地方都選舉起來了 所以我 再按 Delete 看到 空間線高就完成了 那 先把它 上一個白底 因為現在這個是線稿 那 我白底要把它塗白色 它的 快捷鍵是 砍錯加 Delete Delete是那個 我記得好像是前景色吧 然後那個 ALT加Delete 就是 HOLD 是背景色 那因為是前景跟背景都是白色的 所以它是直接塗白色 怎麼辦 頭髮不見了 沒關係 因為 轉了好多次 反正大概是 這樣子 就是 就稍微調一下 像這種比較稀的 這樣顯示出來就好 那其實就剛剛 像剛剛這樣的 方式 就可以取得到 那個 空間線 那我的習慣是會把它鎖住 就是把它透明的地方給它鎖住 如果不然你上錯塗層以後 你要重新去背 這有點麻煩 接下來就是 新增一個上色的塗層 那 今天的方法 其實 會有點類似像後塗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個圖 到底有沒有辦法 畫得像 圓圖這樣 你看 圓圖的 這麼立體 雖然老皮已經把神韻給畫出來了 但我還是沒有自信 把顏色 上得這麼 徐徐如生 我試一下齁 試一下 其實有個方法還蠻簡單的 你用那個 筆刷 然後 然後 去找一個 適合的 筆頭吧 我先看一下 有沒有比較 柔和一點的 柔和一點的 筆頭有沒有 那其實我Fotoshop的筆頭是 有下載過的 你們可以上網去找一下 那它會有個風包 然後 其實網路上面有叫 它這個要放在哪裡 那你們就會 出現很多 筆刷 那有時間可以玩一下 那我現在挑一個比較 適合 奇怪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 那個 有很多筆刷很好用 可是 意思之間走不出來 因為我平時都沒有在整理 我記得是可以 整理出一個比較常用的筆刷 那你們 再去網路上面找找看 其實我比較常用的是這一個 那 筆刷工具情況下 你可以按住ALT 它會變成 滴管 然後你就直接吸 原圖的顏色 它就可以塗了 其實很方便喔 那你要看到就是說 那個 它的線稿是已經空間了 變成透過去的顏色 所以你不會蓋掉線量 那你如果畫錯的話 你可以按1 變成效果差 然後放開它會變成那個 筆刷機 其實還蠻方便的 安安 安安 今天是上色教學喔 如果對畫圖有興趣的話 今天其實還蠻 會教蠻多東西的啦 因為這個方法 比較像是厚圖 那我不會畫太細 我只是 想辦法把它畫的跟 左邊這個圓圖 類似就好了 嘖 所以今天教的是比較直覺的上法啦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家試試看 反正它不會爆炸 就請輕易在家裡嘗試 因為畫圖就是這樣 它沒有什麼危險性 那有時間的話 如果有喜歡 就畫吧 那如果 你也有興趣的話 想要像我這樣開實況的 你也可以開 試試看 網路上面都有教學 你只要下載 OBS 或是說在網路上面打OBS 或是打直播軟體 它上面都會教 先看一下它的整體的顏色 那我就先 固定用這個筆收好了 這個先放著 然後 先 兩邊都上色 那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這個方式 有個好處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就是一直圖就對了 然後 你圖得越久 它就會越細 那 通常這種圖啊 這種畫法 你只要畫個 你可能每天畫個兩三個小時吧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你可以把它 畫得跟 照片 類似 就是看 看你們的經驗 那通常你要畫到跟照片一樣 每天花幾個小時出來 那 大概 持續花一個禮拜這樣畫 其實 那個作品就會非常的寫實 因為你會一直花時間去 刻它的細節 不過還是要多練習啦 因為這個方式其實 這個上色方式最花時間的 可是也是最多人用 因為它最簡單 膚色大概上 上它的底 膚色上底上好了 那我就要吸它的頭髮 那你要看到喔 因為那個 它的線 有些太細 黑色反而會 它蓋不掉 因為它本身是灰色的線 不過沒有關係 那個之後都可以再調整 沒有什麼問題啊 對啊 現在都 有25個人 那一樣 像我剛才說的那個 低管啊 你也可以這樣直接吸它的膚色 這樣蓋掉 然後 它的筆刷 它可以讓它有點 髮絲 的感覺 其實這個筆刷還蠻好玩的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下載來玩玩看 那現在吸它的全套的顏色 那如果那個 畫面看不到的話 記得用重新整流 那因為 推舉台有時候 不太穩 它會斷線 那今天有什麼想要聊的呢 就是除了 除了畫圖之外的東西 因為我現在人在日本 或是說你們有 什麼興趣的話 就是對日本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跟我聊 那現在 大阪 溫度-5度 如果最近也要來日本的話 記得就是 多帶點衣服 有可能會下雪 照這個溫度 不過大阪應該是不會啦 說不定東京會下雪 那如果沒有看過雪的朋友啊 其實這個時候來日本還蠻 還蠻不錯的 因為日本其實過年是 放元旦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都會特別熱鬧 而且會有很多活動 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現在規劃已經來不及了 說真的 大概明年的時 請問一下 要當日本專業的動畫組 需要哪些條件 專業的動畫組啊 其實我 對動畫沒有什麼概念 但是如果是動畫組的話 其實很吃原畫 原畫師這個工作 那原畫師的話 你其實上網打一下原畫師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作品 程度大概就要像這樣子 因為我記得台灣有一些朋友 他們也是要衝日本的原畫師 那他們平時都在練習 那線稿其實都非常的厲害 所以其實要當專業的動畫組 光是原畫師這一塊 可能要磨非常的久 因為他其實非常吃基礎 就是包括人物的線條啊 或是一些機組 機械類的或是背景 但其實原畫師它有分 它有些是專門畫背景 有些專門畫人物 其實不太一樣啦 那剩下的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我本身就不是畫動畫出生的 我是畫茶花 那其實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東西 這個我其實有點... 沒關係就這樣繼續畫 那我的習慣是這個圖中畫完之後 我會給他膚子 然後我給他繼續的... 嗯... 甜吧 繼續的上顏色 那我會把... 背景跟... 角色分開 因為背景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那背景的話... 我直接吸圓圖 直接填...成... 欸欸好恐怖喔 怎麼會這樣 沒關係 怎麼這圖會變那麼恐怖咧 欸... 那我大概說明一下那個... 前景背景要怎麼瞬間切換 其實按X就好 那我現在先把... 該有的白色先填回去齁 要不還真的有點很噁心 這個是還蠻休閒的畫法 那其實還有更方便的方式 嗯...它這樣其實還蠻帥的耶 不要...還是綜藝原作 那我看一下這張圖要怎麼畫 欸... 它的背景太紅了 那...我可以先按... Ctrl...M 這個曲線 它是調曲線出來 我先把它調... 暗一點 然後那個背景就先不要動了 所以我就繼續... 刻它的... 膚色 那同樣是... 這個筆刷...它其實... HOLSHOP的筆刷... 還蠻自由的 我剛剛是調哪一個 謝啊...其實我... 筆刷都沒在整理 因為... 嗯... 等一下喔...它其實... 裡面還有很多方法 可以調那個筆刷 記得是在視窗裡面的... 欸... 在這邊... 筆刷工具 它這邊有比較多 筆刷工具它這邊可以調喔 它...可以調... 其實剛才這邊就有 那我剛才是調這個嘛 然後你可以... 用潮濕邊緣 這...我蠻常用的嘛 那它這邊可以調它的間距 然後... 我... 蹦泰我也會調 蹦泰的話 它其實會針對你的... 感壓去... 去調整它的... 粗細 就是... 你輕的地方它會細的 然後你... 開始壓了以後 它會變粗 這個其實... 對於化骰牢來說其實還蠻適的 因為它... 化出來會比較活潑 線條不會那麼死 那...我習慣用潮濕邊緣 就是... 看個人啦 就是這個不一定... 不一定要用 它潮濕邊緣的... 畫法... 潮濕邊緣... 它會有點像是... 譬如說我今天調較前的顏色 然後...它就是不會... 它怎麼沒有... 看一下... 它條件層大概是這樣子吧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樣一直... 填上去 那... 不用這樣 因為我比較喜歡... 喜愛... 因為我比較偏愛... 喜歡原創 所以採問... 原創的喔 原創的你可以... 其實不一定要當... 動畫組啊 其實動畫組... 它的... 條件其實還蠻... 驚人喔 而且它... 你真的要我覺悟再去... 再去做這件事 因為... 因為日本... 日本的動畫組 其實還蠻爆肝的 聲音太小聲嗎? 喂喂喂...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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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哈嘍 我真的沒有跳 我看一下齁 麥克風 麥克風被晒了喔 我... 挑一個好了 喂喂喂... 喂... 喂... 應該大聲一點了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 生的地方... 我就會給它畫生的 其實等一下會... 給它... 調整一下啊 反正... 今天... 輕鬆一點 那... 畫一下這個... 我很久以前唱 用的技巧 因為它蠻輕鬆的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試試看這種方式 那... 因為這個... 這個對練習來說其實還蠻方便的 你就把原圖放在旁邊 然後看它的色調是怎麼變化的 那你就是跟著它... 畫 畫 其實... 有點噁心 沒有關係 我看一下之後會變怎樣 我現在用的方式是... 比較算是練習的啦 你們可以... 你們第一次學畫圖 比如說你們也... 要學上色可以用這個方式 那你大概會... 抓一下它的... 陰影是在什麼地方 所以你可以學... 那... 筆刷可以隨意啦 那我習慣的是先把它上個大概 然後之後再調細節 那黑色的地方... 就是繼續畫黑的 那像這個脖子的地方 要讓它分明一點的話 就是加強它的陰影 其實這支畫都還可以再細修 那我今天... 就只是先試一下就是... 我以前常用的方式 因為我記得我這個方式我畫了好久 而且... 而且還蠻隨意的這種方式 而且畫起來那個圖的風格還蠻強烈的 因為它會留... 筆刷 它的筆刷觸感會在 這是它... 木製內一部的大機機 那那個... 筆頭要怎麼調大小 它就是... 鍵盤上面的Enter鍵有沒有 它... 附近有一個大括... 一個... 括號 然後是左括號跟右括號 你這邊... 右邊是放大 左邊是縮小 嘖... 可是還蠻基本的... 操作方式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它的立體感慢慢跑出來了 好... 那其實你要畫整體的話 我建議你那個... 圖先把它縮小 它這樣... 就比較知道說它立體感要怎麼分配 那... 這位角色也是 會啊...會啊...會放Youtube啊 那... 我會... 把圖送給老皮啦 因為畢竟它的... 就是它畫的圖 那我只是負責上色而已 不過我這是有... 真... 求過同意的啦 那你們要如果... 要在網路上面找圖來練習的話 還是最好是跟... 創作者 就是原創作者 智慧一省 要不然就是... 你不要公布就好了 然後... 留下來... 自己練習看看 或者是說... 你...草圖的部分 你就可以自己畫 然後上色的時候 可以用我這個方式來練習 那... 它的背肌... 還有... 我現在大概把它畫... 畫個大概 等一下還有方式可以讓... 陰影更強烈 我先把它... 我先參考一下它的... 陰影是怎麼分布的 還有它的... 拳... 頭的紅色 今天禮拜... 三嘛 那你們明天有什麼... 計畫嗎? 明天 因為... 現在... 好像就過個幾天 就要過... 聖誕節了 沒有要出去... 跨年嘛 稍微有... 一點樣子出來了 那... 白色的地方 加白一點 加白一點 其實就是盡量... 朝... 就是盡量參考它的... 原圖啦 那這個藍色的拳套咧... 我看一下 讓它深一點 我會回去啊 我... 我... 我20號就會回台灣 那... 跨年... 可能會跟朋友出去吧 那... 其實我有點想回... 它蠻想回台灣的啊 回台灣跨年 一部的頭髮有點稀疏 我把它... 加密一點 加密齁 不是檔案加密齁 是... 讓它不要這麼的... 梳 看起來有點凸... 看起來有點凸頭 那你們會看到它的... 頭髮其實有點... 灰色的 這樣其實... 不太好看 那... 我可以... 因為它現在... 鎖定透明塗層 那你只能... 作用在它的... 線條 所以我可以把它... 灰色的地方框選起來 那它... 紅色眉毛的部分是... 老皮原創的 那我不會去動它 就是把那個... 比較... 灰色的線給它選舉起來 然後直接... Ctrl-U 有沒有... 它變黑色了 而且... 黑的還蠻漂亮的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 不會透過去 因為它這邊是透明塗層 那我把它鎖定了 那現在它... 瞬間有一個很... 跟原土很像的頭髮 它那麼茂密 那我推薦給大家 那這邊的話... 繼續上... 射... 那我通常這樣... 它... 有大概的陰影的時候 我會... 調它的... 整體的陰影 那... 我會使用... 調整工具 那這個調整工具應該是... CS... CS13還CS14之後才有 那如果... Photoshop太舊的話 我就建議你們去... 買新的 那...其實舊的話 它其實也有這個... 工具啦 可是它沒有這麼方便 那我先介紹一下... 調整工具 你... 去... 走 你就按設計 那它的方式就是會變成遮罩 它是調整遮罩 所以它不會... 不會跟... 下面的圖色合併 那... 它會作用到... 背景色 那如果... 你要讓它... 作用在這個圖層的話 不要讓它作用在背景色 你就把它... 這個調整圖層放在... 你要作用的... 圖層上面 然後按右鍵 那這邊有一個建立... 裁切遮瑟片 它就不會遮到那個... 背景了 那現在我調它的... 陰影 整體的陰影 那因為它現在整個是顯示的嘛 那我... 不想要讓它全部都顯示 所以我... 的... 方式是說 因為... Photoshop 我大概說明一下它的... 它的遮罩 白色的部分就是會顯示... 那個... 數值 那黑色的部分就是不會顯示數值 可是它... 還是會在 只是... 暫時顯示跟... 跟... 直接顯示 那差別就在說... 我如果給它填黑色 那填黑色的方法就是... 我剛才講的... 用快捷鍵 就是... 前景色 這個... ALT加... Delete 那它現在黑色了 可是數值它沒有跑掉啊 只是先不顯示而已 那...我會用那個... 建成工具 那這邊要稍微調一下 建成工具的話 然後... 黑色... 我剛才講的... 它... 不顯示... 嘖... 煩... 沒有關係啦 那黑色不顯示 那這個地方... 就是一定要用透明的 記得喔 透明喔 如果用白色的話 它只能填一次 然後按確定 因為剛才這個按法 它不會有效果 所以... 你要按... X 注意到... 它的... 黑色就變白色了 那這樣的話 它才有辦法顯示 剛剛的數值 有沒有看到 這是調整體顏色使用的嗎 這還蠻方便的 那你要給它 強烈一點的話 就是給它調更深 那它這樣 整體的陰影就出現了 那接下來 我如果要給它 亮... 亮的地方調亮一點的話 一樣的方式 再把它叫一個 那個... 調整圖層出來 然後一樣 作用在這個圖層上面 那這個時候 你給它調亮 其實調上面也可以啦 它只是... 看個人的... 喜好 那我還是把它填的黑色 然後... 再用... 建層工具去... 加它的亮度 那它的... 肌肉要... 立體一點 你就可以在它上面 稍微加一點亮點 那... 看它的背肌 喔... 這麼結實 它臉其實有點太黑了 我等一下再調整 我才發現說它其實有些線條 不是很乾淨 有沒有 它其實有點白色 這邊再稍微調一下 不過黑的線條 就是給它選舉起來 然後Ctrl-U 給它調成黑的 這張圖怎麼有點熟悉喔 因為這個就是... 有沒有看到這是原圖啊 然後這張圖的作者是老皮喔 我只是負責上色 那你看這個黑色的 我不想給它調黑的話 其實... 我可以把它... 用上色 我們看一下那個... 它的... 意義在哪裡 我用上色的話 就是Ctrl-U 然後填上色 它雖然也變黑色的 也會變黑色 可是我可以把它調... 飽和度 然後它就會變顏色 這個其實還蠻... 實用的 嗯...一樣 那個... 線條不夠黑的地方 要調整 因為線條黑一點 比較好看啊 習慣上還是比較好看 嗯... 它的拳套 因為老皮設定是... 藍色的拳套 那我線條也是... 給它調藍色 藍色的拳套 看起來好有對比的感覺 有沒有... 小叮噹 齁... 那其實... 大概是這樣子 那... 背景最後再調就好 那我現在是針對... 那個... 主角... 那兩位主角下去 著色 那好了以後呢 我習慣就是... 全部選舉起來 那... 你要按那個... Shift Shift 按住你可以... 全部圈選 然後再拖到... 新增圖層 它就複製了 那複製以後我習慣是... 反錯加1 它就會合併起來 有沒有... 就是...如果這樣關掉的話 欸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因為我沒有被它解除 它大概是這樣子啦 這是線條 這是... 它的... 底色 那... 就繼續畫了 那... 因為這是... 合併過的塗層 那我就繼續再給它... 著色 那這個時候我換一下它的筆刷好了 因為剛才這個筆刷... 可以... 換...看... 有什麼比較好用的筆刷 讓它... 有點... 渲染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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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用... 用這個吧 太暈...暈開了 不用這什麼 有點惡心耶 嗯... 現在... 看一下有沒有比較... 特別的筆刷可以用... 那... 繼續用這個筆刷好了 那... 現在的話... 開始... 上它的細節 對比色的話 你可以... 亮布的地方給它亮一點 然後... 硬的地方給它... 上比較黑的... 黑的顏色 這個要灌掉 可以稍微吸一下黑的... 然後... 讓它... 有點對比... 其實... 啊... 等一下喔... 這個線條不夠黑... 因為它... 桌邊還是白白的... 然後... 讓它... 有點對比... 等一下喔... 這個線條不夠黑... 那... 我的習慣是讓它黑色... 線條讓它比較黑一點... 比較好看 有沒有... 有沒有... 它的... 這樣看起來... 就不會這麼浮了... 因為... 通常你們掃描以後啊... 然後... 用剛才的方式... 做成空間線稿 它其實... 邊邊都會留一點白色的 所以它那個線條其實會有點... 怪怪的 因為... 感覺是... 不像在... 同一幅畫裡面 所以這個是需要經過調整的 那... 我就繼續畫... 它的耳朵 然後... 你看到了... 我現在... 所以這個是... 很重要的 你要把它... 鎖在同一圖層 如果不知道的話 我就繼續畫 結果才發現說... 是畫在它的... 線條高 那... 你畫到最後才發現 那其實... 就來不及了啊 所以記得... 我... 會這麼做是有原因的 那... 現在就是... 進入畫細節的部分 那你可以把它... 把原圖調大一點 等一下看它的... 陰影變化 一部的耳朵比較黑 那... 一樣吸... 吸它的耳垂 對... 就只要... 你... 掌握到那個重點 就是你畫細節的部分啊 你的那個... 漸層讓它... 不要這麼的... 死板 讓它活潑一點 就是漸層讓它... 有暈開的感覺的話 其實畫起來... 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生動啊 嗯... 然後... 你這邊... 可以吸它的顏色 拿來用 然後... 漸層的部分 就是... 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終於原作的話 那如果你要終於原作的話 它的眉毛啊 你用黑色 其實不用... 不用黑色 而且這個... 線條... 我還是比較喜歡用黑的 那... 原本的顏色 我不要把它蓋掉 就是... 不要選起來 不要選起來 就選黑色的地方 這樣看起來... 看起來比較好霸氣 哈哈 眼睛就凸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 這個時候再繼續畫 然後記得要把它... 回復到原本的圖層上 嗯... 有沒有要聊的啊 不要都是我在... 自言自語啊 我覺得自己好像瘋子一樣 那... 其實... 用這個方式有個好處 就是說... 你在上細節 你可以... 有參考的依據 看它的那個... 漸層是什麼變化的 那你就照著直覺下去畫 那... 這個... 練習你... 你... 常做的話 其實... 會影響蠻多 你之後的... 畫圖的方式 會很好笑嗎? 我很認真啊 欸... 我很認真在做教學影片啊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已經變得這麼立體了 如果把它關掉的話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立體感都... 跑出來了齁 然後... 背景繼續上 那你要發現它的鼻子 其實這邊陰影比較重 所以我會... 先用黑色的 因為第一神犬它的... 特色就是它的鼻子其實都非常的挺 那... 完全不像日本人 哈哈 因為日本人的鼻子不會這麼挺 那你要看一下它的背景 它的... 它的... 陰影是怎麼變化的 你就會看到說它這邊其實... 鼻子黑一點 那...它這邊... 鼻樑的部分不要這麼黑 可是...還是又有... 陰影 它這邊其實還有一點... 顏色 它的眼袋一樣 黑的 那...我調一下它的眉毛 它的眉毛其實不太好看 紅色的地方其實有點灰色的 那...它的... 做法其實跟我剛才講的一樣 就是Ctrl-U 然後用上色 調深一點 可是它可以調紅色 就是你要把它保護度調高 這樣它就變紅色了有沒有 有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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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讓它亮一點 這樣看起來比較炯炯有聲 然後又可以跟... 原作比較不一樣 比較新鮮 有沒有那個... 木...木字那一部的眉毛是紅色的 這個在原作是看不到的齁 那... 我就繼續畫了齁 那你要看它的... 注意到它其實... 前面呢... 前面... 它的... 它有點髮絲 那...你也可以讓它的... 頭髮... 比較自然一點 你也可以稍微... 讓它... 多一點髮量 ... 那這其實之後都可以加啦 所以就不用說... 呃... 就是...它的頭髮可以讓它更... 更活潑 然後你如果不要這麼... 就是... 可以調整啦 反正... 線條是分開的 那你怎麼發現說... 額頭太白了齁 稍微調整一下 好... 那...它的...嘴巴... 因為它...嘴巴是會有陰影的 因為它這邊是看到牙齒 這邊也是 但是... 這樣它的立體感就出來了 那牙齒的部分你可以吸它的顏色 讓它... 有點... 立體感 那... 有沒有... 開始跟原圖越來越像了 那... 它的眼珠也可以稍微上一下... 陰影 它看起來比較生氣的感覺 那這樣它的角色會比較活潑 那...接下來是繼續畫它的... 臉龐 它帥氣的臉龐 然後... 就掌握一個重點 你那個... 它的漸層啊... 就是讓它... 比較... 漸層比較... 不要這麼石板 讓它... 漸層多一點 它看起來的圖會比較細緻 那... 等一下也可以再調整 大概把它的... 印影的方式先勾勒出來 差點忘記 它的下巴其實也是... 有沒有... 其實... 目之內部的臉... 越來越帥了 那...因為... 當時老皮在畫圖的時候啊... 它... 它因為顧慮到角度的關係 所以它有把... 左邊的耳朵畫出來 那圓圖的... 其實它... 比較側面 它是看不到的 其實... 跟... 立體學... 還... 蠻大的關係 其實... 毛皮還不簡單喔 因為它其實... 它有... 它有... 注意到說... 它的臉是... 角度跟圓圖不一樣 所以它有把耳朵畫出來 所以我是希望說 如果大家對畫圖有興趣的話 就是... 你在臨摸一張作品的時候啊 你可以稍微加一點自己的... 觀察進去 那這樣這張圖 就不會說... 完全沒有思考過 那是直接... 畫... 直接... 照抄其實有點可惜 那現在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 一部的臉 已經... 越來越有立體感了 那... 那就... 那... 大概的立體感 勾勒出來之後 你可以稍微... 關注一下它的亮... 亮點 是從... 它的左上角 我... 大概是這邊 這是它的光源 然後這樣打下來 那它的亮面 大概會是這邊 然後這邊是比較暗的 比較暗的話 你就可以... 再加... 讓它暗一點 其實大概就好了啦 我之後還有方式 讓它的... 臉可以再更... 自然 那... 我現在繼續上它的... 脖子的地方 它脖子其實... 這邊很深 就代表說它的光源照不到 所以這邊是黑的 你也可以用全黑的 那... 因為... 老皮它還有加上... 青金 ... 那我給它保留下來 那你就一直看到這邊它其實... 就不會這麼黑了 就代表說它光源... 開始... 它的陰影開始有被光線照到 所以要稍微調整一下 那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其實... 陰影它其實不是全黑的喔 因為它... 會... 因為光源... 照到... 對面這個... 面積之後 它會有些許光源是會... 反射的 所以它這邊... 你可以稍微上一點... 深色的皮膚色 這樣它的光源就會比較... 它的陰影會比較自然 那現在它的... 脖子... 陰影... 大致上完成了以後啊 我先看它的拳套好了 拳套其實... 也是個重點 你可以先吸... 比較深的顏色 或者是說直接用黑色 直接用黑色的方式 給它... 加陰影 那它這邊是深... 紅色... 那我現在發現說... 它其實這邊是黑... 是白色的 那你就可以... 用直覺給它... 上自己喜歡的顏色 其實靈魔就是這樣子 嗯... 那也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 一直塗就對了 然後亮的地方 你就給它加亮 那這樣它的全套立體感 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那... 你就會注意到... 它其實這邊還有一點... 光源 所以... 你也可以... 稍微讓它... 加上去 然後它這邊... 也會... 發光... 欸... 不是發光啊... 它是反射 所以這樣立體感就會跑出來了 那... 因為這邊太暗了 嘖... 看起來會黏在一起 所以你也可以加一點... 紅色進去 讓它有點反射面 這樣它的... 全套的立體感就出來了 那你會發現說它... 老皮這邊沒有處理好有沒有 那你要把它的線條... 插掉 其實你可以這樣直接插 可是因為剛才這邊... 透明圖層是鎖定的 所以你這邊要稍微給它解放 所以你這邊要稍微給它解放 然後你再... 按1 用槍比擦 擦掉 然後你再記得把它鎖住 就是... 保險旗艦 那...現在它的... 全套差不多了 那我要開始... 繼續... 塗它的... 它的右手 好... 那你要注意到它的右手 其實... 光影變化也蠻激烈的喔 其實... 都是黑色 那... 你可以先大概... 給它塗成黑的 然後最後再上陰影 因為它這邊本來就是暗面 或是說你可以直接... 吸它的... 脖子的顏色 因為它脖子是最暗的地方 那因為它這邊... 有點光源 那你可以吸它的... 光源下去調 然後... 大概就像這樣子 那它這邊其實... 有點反射 然後就是... 看起來會比較立體 可是這樣... 這邊又太暗了 所以你可以吸一下它的原圖的顏色 這邊...給它... 用回來一點 那現在... 終於到了... 重點的部位啦 就是... 木製內部的胸肌 那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 胸肌的地方很黑 就是因為說... 它的光線照不到 就會顯得很大塊 可以直接吸它的原圖的顏色啦 然後你可以再慢慢的調 因為反正都是零模 那... 那為了... 保留原作呢 嗯... 老皮... 其實... 還滿粉紅的 那我就直接吸顏色 然後你就發現說它的... 胸肌的地方啊... 然後... 這邊是黑色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強調一下它這一條線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剛才沒有... 仔細的把... 它的... 黑線... 確實調成黑色 這樣子... 嗯... 這樣... 它的肌肉的立體感就跑出來了 那... 繼續畫 那... 一樣的方式... 它其實... 陰影的部分它會... 反光 所以它會有點... 嘖... 深色... 可是它不會全黑的 它這樣... 立體感才會出來 那它這邊... 你會發現說它這邊比較亮有沒有 那你也可以稍微調一下 那... 就可以... 這其實觀念差不多 它只是... 一個胸肌 然後一個是... 腹肌 那... 都是大雞雞 真的 所以... 這個練... 練習方式其實還蠻... 實用的啦 就是你用... 靈模的方式去... 學它的... 陰影是怎麼畫的 有人問我說... 我有沒有... 我有學過畫畫嗎? 呃... 自己學的啊 其實... 我沒有花錢去學畫 就是... 一直自己學 那... 我也是從... 這個方式... 就是我在練習... 我在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碰... 電腦繪圖啦 那是... 直接是畫數秒 然後... 碰到電腦繪圖之後啊 我其實... 慢慢的就... 用這個方式再畫 就... 可以讓你知道說它的陰影配置 其實我還蠻推薦你們大家用這個方式畫 這個是靈模的方式啊 那... 是你可以找一張你喜歡的圖啊 然後... 用靈模的方式去畫 當然不要墊照片啦 然後你如果要分享的時候 你也稍微註明一下 你是... 用哪一張圖啊 對啊... 現在... 我這邊是日本時間啊 所以不要被... 右下角的時鐘給騙了 台灣其實現在才十點 我這張應該... 不會畫太久啦 就是... 讓它有點立體感喔 就好了 它這邊有那個... 開箱喔 我這邊還有喔 那應該是連回來 斷了嗎?斷了嗎? 嘖... 喔... 煩喔 又回來了齁 回來了 回來了 欸...不要暴動喔 怎麼剛剛斷了 然後就突然變成37個 剛剛明明就20個 怎麼會突然加27個咧 現在沒有問題了吧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畫面 有沒有畫面現在 回來了回來了喔 回來了 那我就繼續畫囉 對啊...變成11個了 就是... 剛剛斷線害的 那...沒關係 不會影響到我 那我這邊繼續畫 那拳套的部分其實畫法跟... 一部的拳套很像 不過因為... 原土它是紅色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 吸色 那你可以直接... 吸你原本的顏色 然後挑黑的 然後... 稍微... 抓... 抓一下... 它的陰影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 你就要靠自己的經驗喔 那... 我的經驗告訴我說 黑色的地方大概是... 大概是... 大概是... 這邊分配了 那...它這邊就會有點... 有人問我說最近很忙嗎 欸... 因為我要做OSU的譜 需要一個圖片 能不能幫忙畫 不行 欸...我最近很忙 其實我是建議啦 其實畫度沒有這麼難 可以試著自己畫畫看 其實我最近真的很忙 呵呵... 我沒有在... 晃... 晃... 奇怪... 應該是沒有斷吧 我繼續畫 那...現在... 全套的部分啊 其實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 因為它這邊... 你沒有辦法參考 你要參考... 伊布的全套 它的亮點應該是在這裡 然後... 這是它的拇指 那它這邊應該是比較亮 嘖... 這個是平經驗啦 因為我剛才就畫的時候 我發現說它這個... 部分啊 是白色的 所以我這邊... 也給它用成... 白色 它最亮的部分 可沒有看到要重整喔 有新觀眾 有新觀眾 我這邊... 顏色用錯了 因為它的拳套這個部分是黑色的喔 那我給它挑黑 那我這邊... 用成... 白色才不會這麼突兀 其實要立體感... 這樣的話其實就還蠻立體的喔 那... 我是希望說大家可以... 用這個方式練習看看 其實還蠻實用的啦 這個方式 你可以畫得很細 那... 也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一直塗就對了 那你這個... 練久了以後 你就可以開始... 原創 你可以自己... 創一個角色看看 然後也是用這個方式去畫 那當然都是要經過練習的喔 那... 沒有比較快的方式 就是慢慢的畫 今天居然開台... 對啊... 今天... 今天是... 年末的 最後一次開台 那我下次開台就是明年的1月10號 那... 我看到... 它的拳套的立體感就跑出來了 那我最近稍微調整一下 它的陰影大概是這樣嗎 光源是這樣變化的 那... 一部的... 肌肉怎麼... 讓它... 這樣配置好了 因為它有一些... 有一些部分我看不到 那你只能自己判斷 完全全神補救啊 這不是補救啦 這個... 我純粹只是... 讓它的... 顏色豐富一點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張圖會變成... 比較立體感有沒有 那我先... 讓你們看一下差在哪裡 這是線條 那... 顏色豐富了以後 圖就變得比較細 那... 我就繼續畫了齁 那... 其實一部這邊差不多了 那我現在畫另外一個角色 總之稍微調一下 會圖版... 我會圖版是Wacom 我一直都用Wacom 其實我也蠻推薦Wacom的啦 因為它就是老牌子 總覺得拳頭怪怪的 拇指向外 所以要練習啊 其實老皮沒有練習都可以畫成這樣了 其實還蠻厲害的 因為它... 至少它的拇指沒有畫錯邊 那像... 我之前... 看一個廣告 那個... 不知道哪一個政客啊 它的拇指錯邊了 那其實還蠻... 沒有觀察力啦 沒有觀察力啦 那... 你光是一個拇指就... 你光是一個拇指 就可以看一個人 有沒有... 平時有沒有在觀察... 身邊的東西 那... 一樣這個畫法呢 我現在... 換到另外一個角色上 那它的頭髮 讓它有點... 法師的感覺 所以我可以... 用這個... 這個筆刷的好處就是 它的頭髮會比較自然 它不會這麼死 那... 我這邊就可以讓它... 加強一下 左邊的人應該出... 左... 左... 左上勾拳 對啊 因為... 因為它那個畫面... 沒有... 因為畫面切掉 對啊 有新朋友喔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它的頭髮... 貓祕一點 就看起來比較帥 那伊布的頭髮... 也可以... 比照... 這個方式 那這個時候比刷 你就可以調細一點 就會比較像... 像原作 看一下那個... 伊布的併腳 那其實... 大概是這樣 其實有點... 腳往過正啊 你再把它補回來 那這樣伊布的頭髮就是... 重現出來 這是... 宮田吧 對不對 我記得是宮田 那... 宮田其實... 老皮沒有把眉毛畫出來 那我是希望說... 它的眉毛... 讓它... 畫出來會比較帥啦 因為這樣看起來沒有眉毛 看起來有點兇 不像是正派角色 好... 因為通常那個... 日本的暴走族啊 它會把眉毛剃掉 然後看起來會比較兇 可是... 宮田這個角色其實... 就是有點像是伊布的術笛啊 那它其實比較正派喔 那我希望說它... 比較像主角 要怎麼上射啊 我現在就在上射啦 那如果... 中途沒有看到的朋友啊 其實... 我會把... 介入檔上傳 以後會開教學台嗎 其實我開實況都是教學台啊 只要你們有發問我都會... 教你們啊 就是... 我如果覺得... 我這邊可以解答的話 我就會教 那... 它的... 眼睛 你要上一點... 立體感 那它的... 耳朵也是 那你就會發現到說啊 它的... 脖子的地方 就是... 光影應該是照不到的 所以它這邊是黑色 黑色會比較自然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 圓圖這邊是填黑的 因為它... 光照不到 那現在針對那個... 公田的... 側臉下去畫 它這邊是... 這邊太亮了 所以我把它補回來 然後... 有點... 暗喔 我會看到說... 它的鼻子其實也是... 非常的挺啊 其實日本人不應該這麼挺啊 鼻子太挺了 都沒有辦法 就是... 那個... 風格就是這樣 那... 晚上快去睡啊 記得看... 錄影喔 如果對這個... 教學有興趣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第一神曲的角色啊 它... 有一個很特別的風格 就是... 它的五官都很端正 然後它的... 這個叫什麼... 眼袋啊 很有特色的眼袋 那...它的... 它的鼻子其實挺一點 那這邊是... 黑色的 我看一下它的... 牙齒 就是跟... 一部一樣 上一點陰影 然後這邊你可以加一點... 跟圓座一樣 就是圓土一樣的陰影 讓它... 更立體 那因為老皮這邊它... 有畫...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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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 犬牙嗎還是... 沒有關係 就是... 又斷掉啦 又斷啦 我這邊... 我這邊沒有斷 大概是... 暫時而已 應該回來了吧 回復了齁 回復了齁 對啊... 那個... 實況台就是這樣 它其實有時候會不太穩 那你會看到說它的... 呃... 公田... 是公田吧 對不對 對...公田 就是忘記它的名字 這邊有一個... 好像類似鎖... 欸不是鎖骨 那個... 臉頰這邊有一個... 凹槽 讓它不要這麼胖啊 感覺不要那麼胖 那... 暗的地方就把它... 畫暗一點 呃... 沒有畫面你可以... 重新整理喔 按那個F5 重新整理一下 我們看一下它的... 所以... 看到了 它的線條不夠黑 稍微調一下 那現在就針對... 這個... 背肌 它的性感的背肌 Photoshop沒有 這支筆... 不方便 其實... 呃... Sign的筆會更方便 我還覺得Photoshop筆... 呃... 我覺得看習慣吧 如果覺得這個筆很好用 你可以上網找一下 它其實都有一些免費的... 筆刷可以用嘛 或是說你可以去... 找一下... 就是有沒有... 下載的網站 那我現在... 到了它的... 背肌 它背肌的畫法應該差不多耶 就是... 有圓圖可以超高 我發現說它這邊其實有點頭髮 你看喔...它其實... 這邊是很黑的 它就非常的有立體感 它就是... 那... 大概是這樣子吧 其實我很少畫背肌 我也不曉得它... 光影什麼變化 它今天剛好... 有這個機會 再重溫一下好了 我真的很少畫背部 我覺得它的... 下巴是這樣吧 線條不夠黑 就是... 有時候會漏掉 黑一點比較好看 我發現說它的... 眼睛啊 眉毛長一點會比較好看 現在應該... 現在應該... 現在有畫面嗎 那個... 斷掉再講一下 我這邊馬上調 因為... 最近實況怎麼都... 不是很穩定 應該還有吧 還有就繼續畫 這邊... 是... 很深的音 這邊線條有點多餘啊 嘖 聲音... 有點小 我已經調大了耶 我調... 四倍耶 可能要嘛和你那個... 電腦聲音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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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 這很討厭擋住了 那我只能自己想像 那它的... 觀念其實差不多就是... 這邊是最亮的 那理音就是白色 那這邊... 照不到的地方就是... 用黑色好了 老皮是不是說... 有跨年趴 有啊 我們現在正在準備當中 那... 會有跨年趴啦 會有跨年趴 我這邊就先跟大家說一下 那... 日期不是1月1號 因為我們... 我們希望說 你們就是... 有自己的時間 就是去外面跨年 那... 因為我們... 因為裡面有一些... 朋友 他其實也有自己的規劃 那... 跨年趴應該是不會辦在1月1號啊 因為有點... 太... 太趕了 那... 我們可能會選在假日 那... 一樣那個... 連Party... 會... 跟大家公告 嗯... 現在... 他的... 腹肌... 這是腹肌嗎 不知道 我們想要亮 那... 黑色的地方... 讓他黑一點 而且這邊... 漸層還蠻漂亮的 嗯... 等一下我... 再用別的方式 讓他更漂亮一點 然後... 看到... 其實... 他這邊... 對比很強喔 所以... 可以... 參考一下 讓他的... 手可以更... 更自然 哇... 他的... 肌肉怎麼練啊 那... 嘖... 這邊其實看到... 其實... 應該是... 這樣變的啦 其實... 我就只能自己拆啦 那其實... 看不到的地方 你就可以自己... 用經驗去畫 那... 其實你只要掌握到他的... 他的... 他的光影變化 其實你不用太... 太強調他正不正確 你只要把他的... 漸層畫出來 其實那張圖就... 還蠻細的 就是你有時間去刻 就會很... 就會很細 所以... 人家... 就第一時間就會把人家騙... 他其實那個光影是不對的 可是你至少說... 那個細緻度跑出來 你有... 你有畫出來 他其實看起來就... 整張圖會比較... 細緻 我... 應該會出現吧 那會不會露臉... 我... 到時候... 看心情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 可以露可以不要露啊 反正我露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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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也沒有好處 哈哈 也沒有好處 看時候吧 我如果真的有要去練趴的話 我再跟大家說 好 我發現他的... 肌肉有點... 有點僵硬 因為這邊... 漸層沒有爆號畫出來 這邊也是 戴小戀的面具啊 我也想啊 可是沒有做 再畫他的褲子 對啊 露臉你也不好遇到我啊 除非你們來日本啊 來日本跟我見面啊 因為其實... 已經... 有PFN跑來日本找過我了喔 不要說不可能喔 這模式... 給他挑黑色好了 模式不好看 那...他的... 立體卡就跑出來了有沒有 那... 原土的立體感是這樣 那我的立體感是這樣 那我的立體感是這樣 其實... 差不多啦 那這個階段了以後啊 我背景調一下 其實用同樣的方式啊 只是... 還蠻直覺的方式 這樣子... 這樣子 按的地方 按一點 亮的地方亮一點 然後讓它漸層比較明顯 所以我也是講廢話 反正靈模就是這樣 那你參考一下他的方式是怎樣 然後看不到的地方就自己發揮看看 褲子好像肚兜啊 對啊老皮也講過啦 我想知道我要戴什麼面具 人在香港不會跑出去 有機會多出國啦 如果真的有那個機會時間的話 出國看一看也好 有人說 可不可以問一下 塞在拿筆上色的時候如何不畫超過線 超過線 我一開始的時候有教 就是把那個線條畫成空間線稿 就是不會蓋掉 就是他線稿的地方就是跟上色的塗層是分開的 這樣就不會蓋掉了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好那其實 有沒有啊那個 各位把眼睛瞇起來 你會發現說現在的圖 有七成像 不要看細節 它其實有點像了有沒有 那現在也可以開始畫細節了 有一個工具啊 它是 什麼 看一下好了 那我習慣是 可以讓它模糊一點的話 我會給它複製一個塗層 就是一模一樣的塗層 然後用那個 模糊 高斯模糊 讓它模糊一點 有沒有 這樣的話它的 筆刷才不會這麼的 明顯 那你就會看到說 它其實邊邊比較暗 那我的習慣是 用剛剛的方式 按錯了 這個塗層不要用 用色階的方式去調整啦 就是 這個 這個推薦給各位 嘗試看看 就是這還蠻好用的 對阿 對啊 它那個 褲子穿太高就很像肚兜 各位就注意一下 打拳擊的時候 就是褲子不要穿這麼高 又不然會被人家笑 大概是這樣子 背景按一點 它的立體坎 比較跑得出來 然後 它現在 一樣 因為它 因為我現在的 筆刷太 它跟原土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原土的 漸層比較 柔啊 那我現在的筆刷其實 看起來它那個筆觸太 硬了 所以我 也是用 模糊 用高斯模糊 這太模糊了 稍微一點點 那可是說 我不想給它全部模糊的話 我會開褶罩 然後 跟剛剛它的方法一樣 把它填黑色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跟 跟剛剛上陰影的方式一樣 就是讓它 模糊一點 當然它 你不要全部模糊喔 因為它有些 地方啊 它陰影分明反而比較好看 所以你要稍微 斟酌一下 就是模糊的地方 不要太 太模糊 像這個對比 全套 全套的光也比較對比 會比較好看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就是 你覺得 這邊有什麼要調整的 就是自己調整看看 就是讓它的 進程可以豐富一點 其實等一下都還可以再調整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到目前為止 我等一下可以回復的我就回 沒有看到它的差異了沒有 其實好像沒有差 先把它合併起來繼續調 有時候是筆刷的關係 那你也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看是要用 什麼筆刷 有時候可以看這邊比較方便 因為它直接顯示那個筆刷畫出來是怎樣 我試試看這個好了 這個筆刷你會稍微調整一下 它的 因為它現在太分開了 先去 不要這麼分開 畫起來會比較自然 大概是這樣 那我先嘗試一下 那我這個塗層先複製一個 當UB 那我看到它這個 漸層更漂亮 所以 有時候是筆刷的問題 有回來了 回來了回來了 對啊 綠色眼睛要畫滿一點沒錯 我等一下調整一下 有時候那個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畫細節了 就是 讓它的 光影 就是參考一下它的 漸層是怎麼 怎麼變的 然後讓它的漸層 豐富一點 不要這麼的快裝 它這樣就會畫得比較順 我會畫速度線嗎 我會畫啊 不過都是 有一些方式 就是 你可以用Photoshop去做 不過 我已經忘了 網路上面有 因為我現在 不是很常畫速度線 有很多 那個 土法鏈鋼的方式啊 因為我現在 已經開始在修細節了 就是讓它的 陰影 變化 就是它的 漸層 豐富一點 然後這張圖就會看起來 比較逼真 睡不著回來看它呀 我這張圖大概在畫30分鐘就OK了喔 哈哈 你看看它 早點睡啊 那 最近才發現說它這邊有光影 有什麼問題啊,其實不一定是畫圖啦 對日本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呢 或是練Party的問題也OK 我這邊可以回答的我就回答 不知道他這怎麼變化 他這個肩膀啊,我有點不知道他怎麼畫 試一下,好像比較亮好了 不要這麼的死 紅藍寶石重製版 其實我只有玩過精銀版 去洗澡 這種天氣要洗澡 能死 其實我覺得比較困難的是 宮田 宮田的肌肉 他的紋理都被制擋住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參考 討厭 我以前有玩過什麼遊戲嗎 我玩過那個 暗黑破壞神山啊 還有那個 天堂啊 那單機版的遊戲就是 戰國八少了 跟 惡魔烈 我比較喜歡玩動作類型的遊戲啊 那RPG類型的遊戲就是 太空戰士10吧 我以前玩蠻多遊戲的 可是沒有像實況主這麼多 因為我畢竟不是遊戲實況主 那其實漸層如果 上得好的話 他的肌肉會比較好看 他這邊其實比較 不用穿漸層 他漸層是這個方向 其實我以前玩 天堂玩蠻瘋的耶 玩了兩年吧 結果才48集而已 5點 不知道該說什麼 太難練了吧 那 玩過第二九的遊戲 好像就是 暗黑破壞神 我沒有玩過 愛麗絲經文記 欸 嘿 我玩遊戲本來就不多喔 這邊跳一下 因為 不過黑 其實我 我比較喜歡玩的遊戲 反而是 就是 那個 以前是玩惡魔獵人 然後之後是玩那個 世紀帝國2 以前還蠻瘋的 就是跟 室友連線啊 就是那段活躍還蠻美好的 雖然他 老遊戲啊 但就是經典 以前更早的遊戲好像就是 嗯 金庸群俠傳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嗯 仙劍奇俠傳 我真的玩很久了 那個國產遊戲啊 而且那個 仙劍奇俠傳後面又出 九部版 然後又出一個 XP吧 還是 什麼版的 就是他又給他重置過 鬼鬼又玩了 因為 真的都是經典遊戲 這邊比較黑喔 這麼黑 然後這邊是有點漸層 所以 嘖 其實畫圖這個漸層如果 漸層好看的話 其實他的肌肉就是會很立體 就會像這樣 有沒有 那 這個地方也是 黑色的地方 黑 然後這邊就是漸層 然後看起來就會非常的立體 那 同樣的 這邊也是 好 半條命 我以前也很瘋欸 就是歇斯嘛對不對 就是他那個戰鬥系統 也不是算戰鬥系統嗎 他就是那個 嗯 怎麼講 就是一個遊戲的方式 就是那個時候非常的有名 可以看到那個 光舔的背跡啊 會比較自然一點 是因為我剛剛 那個 漸層 給他調的比較多層次的 所以他的配機 就不會這麼硬邦邦的 然後他的 陰影啊 這邊可以上一點 然後反光 讓他立體感比較出來 那這邊也是 對啊 那歇斯 歇斯跟 半條命 都是同一個引擎的啊 然後現在 真的是樹立一個點換了吧 還蠻多遊戲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在製作的啊 這邊是 黑色 真的 真的看不到 所以不知道他 怎麼變 是這樣嗎 欸 不知道欸 不知道他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 這張圖 我在 幾分鐘把它畫完 好討厭喔 他這張圖 變化 是這樣吧 怎麼行那麼快啊 好 他的 肌肉就這樣好了 肌肉 肌肉長在哪裡啊 最近的嗎 剛剛才知道 我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去看啊 如果是在大阪的話 嗯 這邊 黑色的 強調一下 音樂 欸 10月 欸 展到1月 這麼長 再去 查一下資料 因為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 嗯 我現在發現那個 伊布的胸肌啊 其實這樣有點 不太好看 就是他不夠 不夠 不夠治療 我先給他 用一點 漸層好了 我把它改成這樣 就存在就是上色吧 所以你看那個原本的圖 這樣子 那 他的 上完顏色是這樣 然後 背景加上去是這樣 其實細節這樣差不多了 然後 因為我發現說 他的顏色其實不太自然 這個時候你再調一下 我覺得他的顏色有點太 怎麼講 太灰了 而且 因為我是西色的關係 所以他的膚色不是很均勻 所以 我會用 色彩平衡 調一下他的基本的顏色 讓他 可以統一起來 他的色調讓他比較統一 有沒有 讓他熱血一點 所以我給他調偏紅色 那 如果你要讓他的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彩度有點太高 我再調一下他的彩度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再加強一下他的 光影 其實做法都跟剛剛差不多 然後 讓他用 裁切 真色片 鼻子這麼挺 所以要強調一下 他的光影 然後肌肉的地方讓他亮一點 然後他的 整體陰影 再搶 搶後一下 沿途 沿途很恐怖啊 我覺得還好啊 沿途怎麼會恐怖咧 跳途和思考想的角色擺什麼動作嗎 其實 因為你如果沒有練習過 你會 沒有辦法畫 所以 所以我現在這個方式就是 教你們 把圖放在旁邊 然後你這樣 擺在旁邊這樣畫 那你畫久了以後才知道那個姿勢要怎麼辦 因為我一開始我也不會畫 我一直 一直畫 一直連模 然後最後 我就可以不用看圖 就畫出來了 現在進入 最後的階段了吧 就是細節 因為剛剛有人說他的 眼睛綠色的 其實有點 飄 那我現在 新增一個圖存在 現稿的上面 然後一樣是 跟剛才選的 這個顏色 筆刷 就是用他的筆刷 讓他 眼睛深一點 讓他 炯炯有聲 再深一點 那他的眉毛呢 就是 黑色 那這個是調細節的啦 那你會發現說 他的眼睛在那邊白色的 這看起來是發光的 我們就直接吸射 我們就直接吸射 讓他加在這裡 那我還有個習慣就是這邊 這樣怪怪的 讓他眼睛有一點反光 然後這邊細節的部分 因為我這邊 這個圖層就純粹給他 上細節 然後 然後我看一下 要怎麼調 讓他眉毛可以分開一點 然後現在的細節就是說 因為他這邊是白色的 因為他這邊是 光源 刺光源在這裡 所以他顏色會有點 反光吧 這麼講 也不像反光 因為光源在這裡 主光源在他的左上方 然後右下方有個刺光 我的習慣是直接填白色 就讓他比較亮 這樣立體感才會出來 這個是直接上在線稿上面的那個圖層 就是他可以把 線條蓋掉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有一些多餘的線條 你可以利用這個時候 做一下修正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那個圓圖 那像 你會看到他有些漢珠有沒有 因為老皮他是有畫 青金 青金我給他上一下 立體好了 那他這邊漢珠你也可以稍微畫一點 這樣他其實看起來就是真的 許許如生 我有去過神社嗎 我去過啊 來日本 應該基本就要去一下 求個 其實也不像求星安吧 可以體驗一下他們的 文化 因為那個去神社 去拜拜他們其實有規則 然後你第一次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規則其實差不多 就是 你要投錢 第一次就投錢 然後 敬禮兩次 拍兩次手 然後許願 然後最後再敬禮 這個有點複雜 不過他有教 就是每一間神社 他其實有很多功課 然後他有那個牌 教學的牌子 因為台灣人漢字 你看得懂 他其實大概就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就掌握 拜拜 然後 拍拍 然後再拜 就是這樣的步驟 我才發現說他其實好多漢租喔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給他加上去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用全擺 加他的亮點 讓他更自然 其實這個時候就自由發揮了啦 然後你就是 加他的細節 他加個好處就是 肌肉會更 立體 然後 然後 原土他有一些 細節的部分 就可以加上去 就是他有點流汗喔 嘖 怎麼那麼多汗 大河神社 大河神社啊 我也想去 我沒去過 還是還蠻 著名的觀光景點 那 衣布的 臉龐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工田 那 稍微強化一下他的 稍微強化一下他的 被淋濕的人 該怎麼畫 我的方式就是這樣 因為反而他都流汗了 你只要用筆稍微強調一下就好 那 零絲這個 你就可能要找照片了吧 找照片參考一下 因為 真的不是很好畫 如果沒概念的話 那 這個是 拳頭是 立體一點 所以就不知道是 白色 那 這個是 因為他這張圖 有點超過時間 沒有關係 圖其實也差不多了 那我等一下做最後的修改 那今天這個直播就差不多了 我還可以加一點光源 讓他膚色更漂亮 當然他 陳田也要留汗 哇 差點忘了 那我現在發現說 他其實 有一點細節啊 我再加一個塗層 然後上他的 那個叫什麼 閃電 我試一下有沒有辦法畫 我試一下有沒有辦法畫 那這個時候又 就記得喔 你要另外開個塗層喔 要不然 你沒有辦法加效果 那 有一段時間 沒台看 嘖 有點寂寞 你可以自己開台啊 因為 要不然就是 你可以看 其他人的台 這麼多人在實況 我就覺得應該 不會說 一直都沒有台可以看 加一點閃電 雷神跟風神 一部的風要怎麼畫 一部的閃電我先給他加一點特效好了 因為他現在 藍色 不太顯眼 給他 亮一點 要不要這樣吧 然後還有個方法 讓他有點 發亮的感覺 我先給他調 這個顏色 那你可以使用這個 外光雲 他的閃電就會有點亮 當然這個顏色你要調一下 調成 亮色 然後調正常 通常用展開的應該就可以了吧 不太自然 真是 看一下 要怎麼調 大概這樣子 其實他的 用白色的好了 真的 這樣就有點像了吧 或是 都會亮一點 那 那木之內一部的是風 風的話 再開另外一個 獨層 然後用 剛剛的筆刷應該可以吧 還是用 用這個筆刷好了 試試看 試試看 白色的 這個要調一下 沒有調 所以他的動態不是很自然 沒有調一下 奇怪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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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菜啊 現在 現在聽得到聲音嗎 現在 感覺好像又斷掉了 又回來了嗎 回來了嗎 其實這個差不多囉 現在回來了吧 回來了齁 其實這個風有點太... 再調整一下 讓他不要這麼的... 白 透明度跟... 也不要這麼填滿 就大概像這樣子 好啦那... 這張圖大概就花了... 今天幾點開始畫了 花了兩個小時上色吧 那我想一下還有什麼方法 這個是...線稿 那我習慣他的線稿可以在... 用高斯模糊 會發現他... 其實就... 有點朦朧耶 會發現... 大概就像這樣子 所以現在... 圓圖... 跟... 上色後的圖 欸...聖誕節快樂啊 嗯... 然後... 其實你們會發現說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是... 畫在同一個圖層喔 所以... 所以跟... 一開始... 的方式... 就是我一般的上色方式... 比較不... 不一樣 可是這個方式還蠻適合練習的 那我就推薦... 給大家參考 好啦那今天... 也差不多了 那這張圖... 我就... 直接... 給老皮了 因為反而這是他的圖 他畫的圖 我只是上色 然後順便練習而已 那... 今天的話... 這個方式...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拿來做一下參考啦 等一下... 忘記一個東西 筆畫 突然忘記一個東西了 啊...不能筆畫 用外光圓 讓他邊緣有點亮亮的 讓他邊緣有點亮亮的 這樣會更像 不要這麼亮 好啦那今天大概就這樣子吧 那... 這張圖的話... 老皮... 應該會拿去... 當桌布吧 我不知道 反正... 差不多這樣子啦 好那... 大概... 明年的1月10號 我... 會再開台 那... 今天的實況就差不多 就這樣子啦 那... 我可能會去練Party吧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我就在... 粉絲團上面 跟大家說時間 好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喔 各位晚安了 掰掰